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油管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英伟达发布的新主机 这玩意能行不 很多人在前面留言的时候 让我去讲一下Computex 2023大会 Computex是台湾每年主办的一个计算机的行业的交流会 大家会在上面去发布一些产品 以前我们也参加过 但是这一次2023的会上实际上只有一个声音 就是黄仁勋的声音 其他的Computex上还发布了什么东西 我压根不知道 我估计全世界也都只听到了他的一个人的声音 然后NVIDIA是AIGC时代的灯红炸子机 算力成为了新时代的浓缩油 你说我现在要做原子弹 要做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 需要浓缩油 那么我现在需要训练大模型 需要做这个东西干嘛 我需要NVIDIA的算力的芯片 我需要A100 需要H100 当然这次的人就发明了更好的芯片出来 而且英伟达的黄仁勋已经说了 CPU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了 以后是GPU时代了 这次他先发布了一个超级芯片 因为我们知道A100对中国禁运了 现在在中国可以买到的是A800 是一种阉割版的A100 到底阉割什么 待会我们讲 然后H100就是在A100的基础上 在进一步的芯片 或者这种板卡在中国也是禁运的 不允许买 然后这一次发布的叫GH200 比那个H100 比那个H100又往前走了一步了 那个GH200呢 叫Grease Hopp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Grease是英伟达自己做的CPU 就是ARM CPU 然后Hopper呢 实际上就是那个H100的芯片 然后他们这两个东西 做的做在一个芯片里头 叫Grease Hopper 就叫GH200 那你说这样做 跟原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费这么半天劲 把这一个CPU跟一个GPU做在一起呢 他们把72核的ARM CPU 跟H100做的封装在一个芯片里头 这样的最大好处 就是他们可以统一的去访问内存 他原来我需要什么CPU 比如我运算了一些内容 然后访问内存了以后 然后我再告诉GPU 说我已经把这个数据算好了 你到那去拿去 GPU再从这个内存里 把这个数据拎回来 再算完了以后 然后再告诉CPU说 我又算完了 我把数据放什么什么地儿了 效率是比较差的 但是现在我给你放在一块 他们统一的去按同样的地址 去访问内存的时候 这个效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甚至很多数据 我算完了以后 就不需要往内存里翻 我直接CPU就通过一个 巨高速度的带宽的通道 把数据交给这个换存 或者放在检存里边 就给GPU了 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它的算力 应该是现在咱们的4090的上万倍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那么新型的AI超级计算机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玩 DGXGH200 这个计算机是一个算力杀器 就是全世界的媒体 基本上都是给它起了这么样的一个名字 就是你就最厉害了 刚才咱们讲的一个叫GH200的芯片 它在这个DGXGH200里头 可以把256颗GH200的芯片串联在一起 可以把144TB的内存 跟这些芯片绑定在一起 让大家统一的去运算一个东西 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放在一块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现在叫大力出奇迹的时代 我要把大模型需要把几千亿上万亿 这种参数放进去 让它运算 那么一定是说 我能够把所有东西都装在一个内存里头 让一个芯片统一的去进行运算 这样效率才是最高的 我跟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 专门学过一个算法叫外排序 就是大家知道排序很简单 我把一堆树打乱了以后 把它排再排起来 对吧 什么叫外排序呢 就是树太多了 我在内存里装不下了 咋办呢 就是我先把这个树都写硬盘上 把这个内存装满 然后在这个内存里的排 排完了以后 把这些排好的数据写回硬盘去 然后再从硬盘的另外一个地方 再拿出一段来 再去排序 排完了以后再放进去 但是这样做完了以后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原来这个树是乱的 但是我排完了以后 这一段比如说排好了 从小到大排好了 下一段也从小到大排好了 但是再往后呢 我需要把这两段合并在一起 然后让它统一排好 对吧 这个就就会很慢很慢了 但是你因为数据实在太多 内存实在太小 你只能做这种外排序算法 但是现在呢 人家说好了 我直接给你144TB的内存 你所有的这些256个 这个GH200的CPU和加GPU在一起的 这个芯片都可以快速的 无缝的访问到所有的这些数据 那它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快速的运算了 它就不需要再像刚才我讲那种 外排序那么纠结的算法了 对吧 我都一把把它装进来 然后一把把它都调用起来 就可以算清楚 所以这叫计算密集度 它是一个巨大的算力杀手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计算密度呢 因为数据在不同的介质之间流动的时候 它速度是不一样的 什么地方最快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出来的 最快的数据存储介质是什么东西 叫CPU缓存 这个东西一般就做在CPU那芯片里头 它压根就不在什么主板 什么这个总线 什么内存 那都慢死了 然后再慢一点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显存 显存其实还是在版卡上 它就不是在那个GPU这个芯片里头 它是在那个显卡上面 就是我们比如说买一个4090 你会看到 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GPU的芯片 还有一大堆的这种颗粒 那都是显存芯片 这种的速度也是很快 而且它因为不通过总线 不通过主板的总线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要比这个正常的内存要快很多 然后再往后是内存 内存就需要通过主板了 就是我们的CPU 我们的这个显卡 我们需要通过主板 然后才能访问内存 然后比内存再慢一些的是SSD 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这种叫固态硬盘 然后比SSD更慢的是机械硬盘 但是机械硬盘为了提高速度里头 还有机械硬盘的换存 就是他认为你有可能会再读到的东西 直接放在那个里头 你下次再去用的时候 他就直接从那个里边去读出来 机械硬盘很多是用SSD颗粒去做换存的 然后比机械硬盘更慢的东西叫磁带 磁带其实连续读写的速度比机械硬盘还快一些 但是随机读写很慢 因为磁带是一根 我需要来回捣带子 所以它会比较慢 那你说我比所有的东西更慢的是什么 就是网络之间跨网络的传输 我需要从主机A向主机B去写一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会变得更慢 为什么 待会我来跟大家解释 很多情况下 我们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协调 刚才说CPU显存 什么内存SSD硬盘 这个东西来协调 这个东西叫协议 我们为什么会去做一项协议这样的一个奇葩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CPU它有inter的 有amd的 有arm的 对吧 这个显卡 有amd的 有这个nvidia的 内存 有各个不同的厂家的 然后SSD有不同厂家的 那么为了让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内存做出来 把硬盘做出来 那我们通过协议的方式 我们来做一个协议 叫比如说计算机上 主板跟这个各种板卡 跟这个什么之间的协议 跟这个什么之间的协议 叫这个PCIE 什么什么协议 击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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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涨 然后呢 大家只要都遵守这个协议 我们就可以往主板上插这个板卡了 就可以去用了 然后内存也是有它的这个协议 我们只要是遵守这个协议 它就可以去各自去生产对存条了 对吧 这个协议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协议呢 大家也看到了 它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它妥协是什么 就是我规定好接口 大家都可以做 然后呢 我们要兼容大家做的产品 那么这种协议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什么 就是一定是效率比较低下的 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兼容 你慢一点 我也慢一点 这玩意就跟那个木桶理论一样 我们一定要兼顾那个最短的一块板子 如果要这个提高计算密集度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造一大堆的GPU 造一大堆的CPU 而是造一颗特别巨大的CPU 造一个巨大的那存储器 这样才可以去大力出奇迹 像这个 比如说美国人说 我禁止中国人使用A100 那A800跟A100的差别在哪 就是它把计算密集度下降了 它没法给你连在一块使用 它把里头的核心减少一部分 对吧 它是这样来处理的 如果我想达到 美国人相同的算力 我就需要买更多的A800 即使是有更多的A800 它算力的速度还是差 因为你在很多的这种内存调用 或者是这个数据调用的过程中 你就需要像刚才我们讲的 可能需要做外排序那样过程 我需要从另外一个计算机上去读数据 我需要跨越网络 这个事是很麻烦的 一旦跨越网络 为什么就会变得很慢 这传统云计算的主机 为什么慢 很简单 他们使用的协议 就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各个主机电脑 上互联网使用的协议 都是同一个协议 叫TCPIP协议 这个协议 当时为什么设计了一个协议 这是个军用协议 最早是给军队用的 它是为了适应各种比较 糟糕的网络环境 然后来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你想在糟糕的网络环境下 怎么能够让数据正确的传过去呢 它一定会设计很多叫数据荣誉 数据荣誉 就是说 我写一个数 我写三遍 对吧 当时你只要接到一遍 就对了 不就完事了吗 或者我写三遍 然后我接到三个数以后 三个数投票 然后第一个数说我是一 第二个数说我也是一 第三个数说我是零 那你这个数就是一了 对吧 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正确率 然后它里头还做什么 叫浇验机制 像我们经常做一个什么事呢 我给你七位数 一二 一零 一零 给七位数 然后第八位数 我给你做一个浇验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七位数 如果一的数字是基数 那么第八位数是一 如果前七位数 一的数量是偶数 第八位是零 那么我只要看这个浇验位 我一看前面的数是对的 再一看这浇验位 前面的数是错的 然后告诉你从传一遍 对吧 它做大量的这种数据 荣余和浇验机制 所以它本身的传输效率 是很低的 对吧 计算机之间呢 它还有很多问题叫什么 叫信任的问题和权限的问题 我要从电脑A 向电脑B上去写数据 或者读数据的时候 那么上来第一件事是 电脑A说我是谁谁谁 电脑B说你是谁谁 我要到我这查一查 这个谁谁谁到我这 是不是有权限 有了权限以后 我到底可以去 给他哪些数据 不可以给他哪些数据 要去判定 然后当你去申请一些数据的时候 他再来判定说 你到底有没有权限 到底可以读还是可以写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非常非常慢的 专门为这种服务器集群 当时他们是写了很多 这种分布式算法 像哈杜普 像很多这种 在云主机上 他们专门写了一堆这样的算法 为什么要写这种算法 他就是为了适应这个架构 说我先把数据分好 分好了以后 这个比如说 我把一个数据分成十份 然后把这十份数据 分别塞到十个主机里去 然后请你们去进行运算 然后在这十个主机运算的过程中 就可以要尽量的减少网络传输 我在自己的机上 就把这数算完了 然后等我把自己机上的数 都算完了以后 然后我再把这个数据合起来 在这个时候 我尽量做比较少的网络传输 对吧 当时设计了非常多的算法 来去提高适应这种分布式的结构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循环 30连核动 30连核锡 就是因为他发的DGXGS200这个主机 为什么这么讲 现在其实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像我们叫小微型电脑的一个时代 哪怕是说我云主机 叫主机 但其实它是很小很小的服务器 最早的主机是mainframe 那个东西一台就是一间屋子 甚至是几间屋子 你专门给它盖个楼 让这个东西跑起来都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都是刀片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是什么呢 还不是这种易优服务器 像我们一般正常说我们一个机柜 大概就是应该有这么快 我就不跟大家比划了 然后在这个里头有多高 一个高度叫一个优 像一开始说我们做易优的服务器 就是最薄最薄了 就是易优的 然后两优的叫稍微厚一点 大概有这么厚 然后一般很多的咱们家用电脑 大概都有四优到五优 一般很多是四优的 大概应该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 然后这样就可以装很多硬盘 装很多这样的东西上去 但是后来说他们说这个不行 计算密度不够怎么办呢 他们做了一种东西叫刀片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比那易优服务器还小 他们怎么做的呢 他做了一个七优的主机 然后竖着插十四片那个服务器进去 他等于原来是七优 反正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装在这个传统的机柜上 然后把这个主机竖着插在里面 一片一片一片的 他就可以在七优的空间里的插十四片 叫刀片服务器 IBM发明的这东西 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点的 就是为了装硬盘 他这个机器会稍微大一点点 很多人可以到网上去买 比如说你说我家里需要个NAS服务器 需要一个自用的这种存储服务器 你可以到咸鱼上去买这种淘汰的 这种硬盘阵列的服务器的机箱 他们很便宜 三百块钱一个 可以插二十四块硬盘进去 应该是三优的 所以现在就稍微 为了稍微大一点 就是装硬盘使 当然现在你去到云服务商那里去 买云主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存储设备 跟服务器是分开的 比如说我现在到亚马逊上 我想去买一个云主机 对吧 他说你要几个CPU 要多人内存 这个东西你要挑好 挑完了以后 说他会给你一个很小的存储空间 但这时候我想要个大的怎么办 说你可以单独去买一个 大号的存储空间 但是这个存储空间 实际上跟你去买的 云主机是不在一台机器上 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连接的 对吧 通过TCPIP去连接的 那个东西就访问起来会慢一些 这个是 现在云主机的一个工作方式 后来就开始有算力卡 就是像A100 H100这种东西出来 它就让服务器变得更大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这种通道式设计 A100 H100里它是没有风扇的 我把一个比如4U的机器 然后里头插满了A100 然后在前面装满风扇 等于统一的向一个方向去吹 让这个A100和H100去散热 所以那个机器会稍微厚一点点 但你说mainframe这个东西 它不就是大吗 可不是只是大 它是什么 它所有东西都是专用的 在mainframe里头 你可能螺丝钉都是专门设计的 你说我想从外边买几个螺丝拧上去 行不行 别做梦了 你说我想自己买个插线板 自己想买个插头 自己想买个支架 行不行 都不行 都得买他们家的 那么这些东西就巨贵无比 当然后来 winframe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也进化了一步 进化成什么 就模块化 你说我现在是买几个存储模块 买几个算力模块 买几个网络模块 它可以分开买 当然分开买了 你也都得买他们家的 比如我买IBM的mainframe 你就通通买他们家的 你说我买惠普的小型机 你就通通买他们家的 你说我想买个IBM的存储的模块 想跟惠普的机器拼在一起 想行不行 做梦都没有 你说我现在需要一支架 比如说我需要把这东西挂上去 那你必须买他们家的 没有任何第二件可做这个事情 所以mainframe最讨厌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主机 包括后来的小型机 主机就是大机 后来我们做的很多的 都是买的叫小型机 咱们现在使用的都叫V型机 后来他们做模块化以后 当然他们又做了一个更神奇的东西 叫什么 就是模块的备份 合设插拔 它那一个机器里头 比如网卡两块 然后坏了以后 你可以现场拔出一块换来 然后你不用停机 CPU俩 你坏了以后 你可以拔出一个 然后换去 中间不用停机 可以继续服务 只是你拔出来一个 它可能稍微慢一点 它也都未必慢 它可能俩 CPU平时只有一个在工作 另外一个压根就是备份 然后包括电源 都是这样 里头有两个电源模块 换了以后 可以现场热插发换 不用停服务 就是后来做了很多 这样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它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主机 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专用设备 专用配件 然后特别贵 现在英伟达搞的这套东西 又重新在准备 复线大主机的辉煌了 就是我把所有东西 你都买英伟达家 就完事了 我把所有的256个GH200 给你搁在一块 然后使用我们家统一的内存 使用我们家统一的机柜 使用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家自己做好了 你只管买就行了 英伟达等于重新在等这条路 那么英伟达为什么可以重新干这件事 它的技术到底强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做各种各样的专用技术 解决用户实际的需求 不断的孔绑更多的周边的功能 周边的设备把它捆进来 对吧 原来人家做GPU 说现在CPU 我刚才自己做吧 反正ARM CPU 我就直接买了自己做进来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然后内存 我们直接跟内存厂商商量好 咱们自己做 其实做CPU 做GPU 包括做内存 做主板 做所有的这个事情 都是华人 英伟达呢 做了叫NVlink和NVswitch 就是他把整个 刚才我们说那个TCPIP 整个很多这样的东西 都给你换掉了 换成专有协议 他把这种传统的 这种兼容性协议 考虑这种 恶劣极端环境的这个协议 统统都给你扔掉 然后我给你上一个 就是我就知道 我在机房里头 然后这个环境特别好 不会丢包的 丢包就是我传这数据传丢了 就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数据勇余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教验 所有这个东西 就做成专有协议 他就可以做的效率非常高 那么专有协议的情况是什么 我就不需要再去跟其他设备 考虑兼容性问题了 我也不需要考虑复杂的环境了 达到在特定情况下的最高效率 是英伟大干的活 当年其实有人干过这个事情 当年有一个协议叫Fiber Channel 叫激光的这种通路 当时是在千年重的 就是2000年的时候 这个东西差点成为了一个标准协议 现在也还有 但是现在用的人 已经不那么多了 他干嘛使呢 就是专门是连接存储设备的 而且还专门有一个叫 Brockett的一个公司 生产这种Fiber Channel的这种交换机 做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后来大家不这么玩 后来还是这个 说我们继续用TCPIP 或者说用这样的一个协议 我们不断的去提高这个传输速率 我们就不要这种专用设备了 然后后来Cisco 还包括很多这种 这个传统的路由器厂商 把他给干掉了 后来是Brockett 现在也还在 这公司后来是被博通收购了 通用协议的兼容设备 和专用协议的高速定制设备 其实一直这两条路线是在战争的 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 是这种通用协议的兼容设备 胜利的过一段 最早都是专用设备 IBM主机 惠普主机 散主机 然后这个戴尔主机 原来都是有一段时间 全都是这种玩 后来是云计算 然后变成这个什么 变成这种兼容的这种小机器 或者叫刀片服器 因为就从minframe 就是螺丝支架都要定制了 到模块化 可以替换一部分模块 但都是还是同一个公司做的 这样了 其实他要干什么 就是绑架用户 就是你买我的 就永远买我的 然后不要去迁移 迁移太麻烦 到什么时候 突然说我们不要走这条路 我们要走这种兼容主机的路呢 有一部电影叫泰塔尼克号 那你说这个电影里 他是一个 莱安娜多迪卡布里奥 讲的一个过去的故事 那里他也没有电脑 是什么 他跟这个兼容主机 有什么关系 这个电影的3D渲染 和电影运算 就整个渲染运算 是通过这种 分布式运算做的 就是他把所有电脑都拆开 用Linux去做操作系统 把电脑整个装在机柜里头以后 然后进行这种并行运算算出来的 而不是像传统 我用这种大型主机 用这种高端芯片去算 这是从这个 也要感谢卡梅隆老爷子 利用这个新技术 做这个泰塔尼克的时候 然后让大家说 原来这样也可以 然后在那以后 大家开始出云计算了 完全走的就是兼容开放的路线了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Linux 空不可没 Mainframe的操作系统都是 这个各自有各自的 IBM有IBM的操作系统 惠普有惠普UX 戴尔也有戴尔UX 它各自都有各自的操作系统 都不一样 但是Linux的时候 我都一样 就是你们只要是走云主机 咱们通通都是Linux 对吧 现在操作系统这一块 全世界大概用的最多的操作系统 底层就是三种 第一种就是服务器上 全是Linux 基本上一统天狐了 第二种是在终端设备上 终端设备上实际上有两种 第一种是Windows 另外一种是不是MacOS 不是 另外一种实际上是FreeBSD FreeBSD你说我没听说过这东西 实际上MacOS底层是FreeBSD 我们的PS5的主机 底层也是FreeBSD 我们Switch主机 底层也是FreeBSD Xbox Xbox是一种定制版的Windows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终端上 大部分的都是 包括iOS iPhone 它底层也是FreeBSD 就是说它现在这一块 基本上是FreeBSD的一个天下 那你说这个终端上有没有Linux 也有 什么是Linux 安卓 安卓地层是Linux 所以现在就基本上 这几种操作系统 把它都一统江湖了 那么有钱人 是看不得小强蹦达太久的 现在英伟达 其实就是一个小强 对吧 它突然冒到一万亿美金的市值了 什么叫小强 他自己有专有技术 就这个技术是他的 大家想用 必须用他的 而且会被他越捆越多 现在英伟达干的活就是这个 那你说有钱人怎么办 谁是有钱人 谷歌是有钱人 微软是有钱人 媒塔是有钱人 那么包括中国的 这个BAT都是有钱人 那么这些有钱人 会怎么来对待这种小强呢 很简单 他们会开源 对吧 他们会通过开源的方式 来对抗这些专有技术 咱们比如说吧 英伟达有哪些专有技术 咱不说他们这种 比如说NVlink NVswitch这样的技术 比如说咱们PC上的技术 光追 是人家先发明出来的 然后呢 CUDA 就是这种 可以在这个显卡上 进行并行运算的 这种科学计算方法 是人家英伟达 先发明出来的 还有一个技术 特别有意思 叫GSYNC 什么意思呢 就是SYNC 应该是叫Synchronize 就是G-Force同步 然后呢 它可以通过显卡 直接跟这种显示器去配合 然后来避免什么呢 就是显示器上的图像撕裂 因为当它这个刷新率太高的时候 显示器有时候显示不过来 或者显示的频率 跟你这个显卡输出的这个频率 不太一致的时候 它会发生这种叫做图像撕裂 当你有这个G-Synchronize 这种技术了以后 它就不会再去撕裂了 这都是专有技术 有专利的 比如说我要想生产个显示器 想使用这个G-Synchronize 这样的这个技术 你就要向人家英伟达交钱 对吧 那么AMD就开始来了 说来咱开源吧 它在很多的厂商 很多有钱人的支持下 开始搞开源 现在AMD自己也有一些光追的芯片 它就跟这些做引擎的公司 比如说Unreal 比如Unity 然后说咱们合作吧 对吧 你支持英伟达的光追 你也来支持一下我的光追吧 它等于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个光追问题也解决掉了 CUDA怎么办呢 AMD就做了一个转换器 它可以把这个CUDA 为CUDA编写的代码 直接转换了一遍以后 然后到AMD的这个显卡上面 或者到它的算力卡上去工作 然后这个G-Synchronize怎么办呢 它干脆开源一个吧 叫Free-Synchronize 免费的Synchronize 对吧 你也可以来用 像我现在用的小米的带余屏 上面就是Free-Synchronize 它上面有这个标志的 它不用交钱 大家都可以来去用这个东西 然后各大厂商 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微软现在正在跟AMD合作 重新设计自己的AI处理器 然后ARM的CPU和AMD的显卡 这个解决方案 在国内的很多鸡蛋厂商里都在用 包括华为 包括很多的公司都是在使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建立自己的云计算机房 因为ARM的CPU在这个里头有什么样的好处 它省电 对吧 因为ARM是被移动设备设计的 它相对来说比较省电 然后它的运算密度也比较高 因为它是这个Risk芯片 它的整个的尺灵 其实它效率也比较高 所以现在它要比这个X86 比这个东西省电 然后少发热 对于云计算来说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再加上这种AMD的显卡在里边 也可以做到很多的这种算力的事情 当计算需求变得单一的时候 系统就不再需要考虑那么多种情况了 那么在这个开源系统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咱自己裁一呗 对吧 你比如对于微软来说 那操作系统都是它自己做的 Windows 对吧 实际上微软自己也有Linux 微软就会去裁减这些操作系统 我就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数据脚验 不需要做那么多的用户信息和权限的认证 我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数据进行交换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英伟达干的活也是这么活 就是我把所有这些什么安全性啊 什么这个数据的这个完整性啊 数据一致性啊 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啊 我们在最好的环境下 这个传过去就是对的 你也不用考虑任何其他问题 这样效率不就高了吗 所以微软也好啊 谷歌也好 他们就可以在Linux的基础上进行裁减 让效率进行提升啊 我不需要使你那个叫做什么这个专有技术 我们做这个开放技术啊 要绕过它啊 但是现在呢 算法工程是更多的 还是使用这个枯打来进行开发 所以呢 英伟达现在还是会一直独秀 很长一段时间啊 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 啊 这个更多的这种大厂 肯定还是会说我要去绕过你 啊 这个一步一步做吧 这个我们只能往后看啊 开源开放的这个替代方案呢 一直在英伟达背后啊 努力的追赶啊 云计算的厂商呢 不是银行和电信公司 这是跟原来最大的区别 因为原来那些minframe是谁买的 不是预算厂商买走了啊 都是银行和电信公司买走 人家最主要是电信公司买走了 电信公司是一个利润极高 对于当机等事故完全零容忍的一种行业 他们愿意支付高昂的成本来降低事故率 以前我记得很多这种卖这个 比如说EMC啊 这种存储设备啊 卖这种IBM主机的这个公司里头 啊 他们都是一个公司 比如十个销售 然后有九个销售 叫电信行业销售 只有一个销售 叫非电信行业销售 就什么银行保险公司 什么都归你管啊 这个电信行业销售 就是他管中国的什么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各省移动联通 他们反而就这样来去分配这个销售力量 现在云计算厂商可不能这么干 云计算厂商需要精打细算 因为他们需要竞争谷歌云 需要跟微软云 需要跟亚马逊云 需要跟阿里云去竞争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到底谁提供的这个算力 可以更便宜一些 能够差那么一点点 大家都会去追求最后那一点 点点利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云计算厂商肯定还是会去拥抱 开源开放的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今天讲到这儿了 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英伟达通过不断的捆绑 不断的滚雪球 不断的推出这种专用的技术 专用的封闭的商业性的技术 然后做出了这个他们最新的 这叫算力杀器 但是现在的这些大厂也不是说不买 也会买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一定会努力的去做 开源开放的替代解决方案 而且专用技术和这种开源开放技术的 这种斗争一直会持续下去 前一段时间或者说过去的十年 基本上是开源开放云计算这条路 占据上风 那么现在英伟达靠算力的天花板 又一直如就 又把风头又掰回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下一步怎么发展 这个就是计算机行业里的发展 特别有意思的点 东风压倒了西风了 还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了 好 今天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帮帮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